哈囉,18歲的曾知喬,曾喬喬,你好,你好 那個,有一些話想要跟你講 現在呢,我已經28歲了 十年就這樣子,飛過去了 想跟你講什麼呢? 首先,我知道工作很辛苦 要要兼顧學業,要兼顧很多的事情 但是你臉不能那麼臭 真的不可以 我知道你壓力很大 但是呢,你要知道你這麼努力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希望自己可以很好 但是因為你一張臭臉 讓多少人誤會你不值得啊孩子 所以不是說他假笑 只是說表情放鬆一點 就是人人好,朋友多一點 對你的人生會有很多的幫助 然後在你辛苦的時候 別人也會更願意給你打氣啊 跟你說一些屁話啊 你就會覺得不會那麼苦悶嘛 是不是38歲啊 然後生日要出去玩 不要一直在家裡 你像個老頭子一樣 你這樣子 你趁著體力好的時候 就是 嘗試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勇於冒險 然後 我也知道 18歲的你 很憂鬱 然後真的要鼓勵你 就是 有很多人很關心你的 所以你要 敞開心房 讓別人接近你 然後不要覺得大家都不了解你 這不是真的 這不是真的 很多人很愛你 很關心你的 然後 不要擔心自己不漂亮 我知道 你非常擔心 我知道 但不要擔心 有一天 你會變得很正 哈哈 自己講 就是有一天 你會找到你 獨一無二的一條路 就是 你會閃閃發亮 不要急 不要擔心 不要害怕 放輕鬆一點 去享受你的 青春 我非常的 愛你 那就祝你早點長大囉 快樂又平安健康囉 Love you